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呀,来给我们家里面房子啊,这个院子啊,介绍一下,来 这是种的苞米,那是黄豆,马莲,这是马莲,马兰花不就是这个吗? 这是黄豆玉米,然后那边就是大马路,那边就是我们村或屯子里面 然后我们这是街头,对,我们这边就属于新开发的一小段 对,一个小区搬迁户搬过来,这边还有一个公交车的站点,六台子 东边还有站点吗,东盖呀? 东盖没有 就这有一个 六台,六台站点就给你,他就拱你,整到这里了 啊,走不走,走的那地方 我记得原来这是一个放那个堆稻草的地方,采草堕啊,现在都没有了 就那站点后边,那时候咱家堆稻草 对啊,原来有大坑嘛 啊,他们现在这盖个房子,他们种地哈 这啥花? 这是汉金莲 汉金莲 我小时候好像没种过这花啊 这个是小菊花 小菊花还没开啊 没开那个 我看这边有一个什么花,这也是菊花吗? 这不是,这是艾草 啊,艾草 啊,5月5的时候可以把它弄起来 5月5的时候可以把它弄起来 割一茶了,这是第二茶 啊 然后这是我们家大门 大门进来以后来介绍一下 先从哪边介绍起 这叫种一种一种一而苦啊 这边有一朵花,这个是 这花我也不知道叫啥 这叫什么莲花? 这个叫,不叫马蹄莲 叫,我知道这个花 美国我们那儿也有这个花 这叫啥花 你就是之前我拍那长了 那多好开的 啊,那年下雨 大家时间长了 它就全没了 都倒了下雨 啊,你爸都好掉了 这这以后再从小叉再开 那是一颗苦瓜 一颗苦瓜,接了吗? 接着有20来个了吧 这是啊,摘下来的 这一大棵杏树 这是苦瓜 小小的苦瓜 今天你从远处咱家那个枣树 是不是接挺多 啊,枣树接了一些 中间也是一棵桃树 这是一棵大杏树 杏树都已经没了 今年杏树,杏能接有2000 我们在美国那杏树还没开吃呢 不到现在熟了没有 然后这里边是,这是厕所啊 对厕所 厕所就不看了 这是我家柴火堡 啊,对,这边是一些木材 冬天烧火用的 然后这边也是一些柴火 这边是一些稻草 还有一些玉米的结杆 都是用来烧柴火的 玉米棒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车库 车棚子里面有一个三轮车 然后我爸特意拉点土 给孩子玩的 对,我玩了几个沙滩的玩具 然后我爸特意拉了点土 给小孩玩沙子 燕燕,你要玩沙子吗 不能玩的 啊,我们今天出门了 我们改天再玩沙子 一堆土豆 哦,还有土豆 有过冬吃的 土豆,过冬吃的土豆 好多呀 是咱家自己种的是吧 是 别人这些都是你大部分 啊,然后你和花 啊,这几块花不怕 屋里还这么短多 人的家好像搞过来 芦荟,君子兰 再还有炉灶 炉灶改天用一下 用它炖豆角可以 嗯 那个还有一盆 那一盆钓篮 便宜的玩具 你只最多十个盆 你这几年它老坏 我们都没养 啊 那你带走这帮 我还是看这帮 这边走也可以 对 黄瓜羊大葱 这边还是那个花 汉金莲 然后这有几颗 不是芦荟 叫秋葵 秋葵 秋葵花 三颗秋葵 你留了四个这 这是大葱 那你轻一点 要不要打坏了 这个是大葱 这是花生 Where 这是花生 对 这是花生 My favorite food 是吧 你喜欢花生 这个黄瓜 那里还有点花生 现在还能熟吗 好甜 啊 到看收没收 红瓜 这也还是花生 然后茄子 这是茄子 like taking job 是吧 Eckland 知道吗 这小生菜 小生菜 大生菜打盹了 小生菜 大生菜打盹了 这老的生菜了 粽子还没长一点 那也是月季花 最近没开那小谷子 那苹果树 两棵苹果树 这是月季花 这苹果树 这棵苹果树没有接 是吗 今年 新栽的 新栽的 这边苹果树 苹果树 有些苹果都套起来了 这没套起来 这小苹果 下面是韭菜 哦 还有韭菜 这边还有什么白菜 那是白菜 那是白萝卜 白萝卜 白萝卜 你都吃那羊桃萝卜 都咋 樱桃小萝卜 你不吃我都得好冷了 然后这是房子的另外一侧 在远处也是种了一排玉米 然后中间这边又是花生 今天种好多花生 布末多 布末多 然后西红柿 西红柿 看这么长一架 西红柿 西红柿有这种 哎 你找到什么了 好的等一下我要拍 先拍一下这个东西啊 好 这种小西红柿 可以吃了 再来吃两个 然后还有大的西红柿 看西红柿这么大 然后这不怎么长得不怎么好看呢 都是上头那种都裂纹了那种 对 去干嘛呀 好的我马上就过来了 这个叫姑娘 姑娘 姑娘 小姑 姑娘 这个东西可以 那些大姑娘 你一直都没吃啊 可以带几个呀 可以 这个东西剥开 成熟以后变黄了就可以吃 我拿小说袋给你带几个吧 行吗 然后这个是豆角 是不爬外的豆角 你摘了吗 这两天 哪接几个呀 不好 他不收 你瞅瞅接几个 哪有 这有几个 你别动 这不是有两个 这有两个 这有两个 这种 这有油豆角吗 那我买的是地油豆 他做东西下茶他不收 就已经吃过一茶了是吧 这有点 是吧 这还多一点 这还有一些 好 可以 我自己买的是地油豆 但是他不接 他还挺长时间 再看一下那边 那边窝果看一下 那边有窝果 你看到什么了 是蝴蝶 是蝴蝶还是蜻蝶 在这里 在什么呀 看到什么了 一个泡蛋的东西 怕玉米 这些玉米 妈这些玉米已经很可以吃了吗 不行 还是老了 还不行 你没到时候没长粒呢 还没长粒呢 还没长粒呢 这两个 这两个是黏玉米 这是灰蝴蝴那个 啊 这辣椒是吧 没接了吗 这青椒 现在这家就有一个了 在哪呢 啊 这有一个小的 拿起来看一下 啊 这看着了吗 好小 好小 啊 都丢掉了 啊 这有个窝果是吗 南瓜 这是一颗南瓜吗 一颗长这么长 啊 刚才是害的 你再看看这南瓜长这么长了 哦 是不是都老了呀 不能吃了吧 不能吃 你想吃都久了呗 就是不是那种嫩的那种 还能掐动了吗 这又快老了 啊 啊 是吧 啊 拍起来了 房后玉米 你还照顾 看一下吧 房后看一下 这边可以过去 妹妹 房后你别让他们过 你就这样子 过就过吧 没关系 不是那房后那滑了 没事我我看着呢 不是那长绿衣了可滑了 好好 你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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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过去 啊 我快 哎呀没关系 没关系 走走走 爹爹我上来爹爹 好的呀可以啊 这边一定是玉米 这边全部都是玉米 这边是下水井是吗 对 脏水井 啊 下水下水的东西 哦 这边全是玉米 这样那边就是邻居家了 哦 就是玉米了 没有别的东西了啊 没有 那一株啥 马莲吗 是咱家的吗 嗯 看一下 好的 看一眼 哦 哦 忘油草 这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他们的家 这是我们的家 奶奶的家是吧 哦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 忘油草 黄花菜 哦 那个就是邻居家了 我们回去了 那不是我们的家了 哦 这个就是 这是烟囱 嗯 这是你炕的烟囱是吧 嗯 对 从前烟囱都在墙里面 现在都搞到 烟囱房造成了吗 前后的烟囱房 这等一下造一下 这个是烟 之前都在烟囱在墙里面吗 对 现在都弄到外面来了 在里头 啊 那烟囱多 那有点不好烧了 我又改了 改个质的 啊 这个叫阳光房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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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又加了 加盖了一层 全是玻璃 全是玻璃 啊 这是空调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空调了吧 这是前面的阳光房 那叫空气囊 那比如我叫空调 叫空气囊 我就一千块钱 就能安 但是它费电 它功率大 啊 有的家长第一日 就用那个 用那空气囊 好的 这是井 这个门还挺好看的 这门是新的门 是吧 两千多 两千多 这是这个外边这些铝合金的 都是二手 旧的哈 对 那是买的也拆 这窗户 拆楼的 啊 这门咱是去年 前年换 门是后换的 对 你忘了做饭香不香 一天三日净六 香 那你来给说说说一段呗 然后这些阳光房进来之后 就是有阳光房 阳光房里面放了一些一个沙发 一个简易的床 现在这边太热也没有办法去睡觉哈 然后这边也是阳光房 就用来晾衣服了哈 也没放一些什么 就是多晾一下 嗯 嗯 然后往里面看看吧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厅 小厅加一个长廊 对 然后是三间房 这边一个 这边是一个主卧室 这边是一个小卧室 然后这边是一个次卧吧 有东屋 叫东屋西屋 和中间的屋 来看一下吧 先看先看东屋吧 东屋看一下啦 东屋看一下 这屋现在是我们住了 我爸我妈的屋 现在让给我们三四个人住了 哎呦 把汪汪队搞起来了 再看 汪汪队大冒险了 然后我们的一些东西 下面地上和地上都铺了一个 这个叫啥呀 抗席 现在新式的抗席了 从前的抗席都是用那种尾子扁的 还是竹子扁的 是尾子是吗 嗯 用尾子变 高粱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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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粱杆和尾皮 现在都已经见不到了 嗯 现在都地方搁 完整夏天都铺着泡沫了 啊 它搁凉搁热 对 然后这柜子是我老家的柜子是吧 嗯 然后上面放一些被子 我们叫被 被 被摞子 嗯 嗯 然后 哎 哎 哎 轻一点 哦 中国节是我买的 我买的 我买的中国节 他们挂起来了 然后这个是暖气哈 对 暖气 对 然后这都主卧 主卧看完了 然后看一下 这个看个小破屋吧 装 破屋满了就破烂 小破屋基本就就变成储藏室了 没住人 我妈好多东西啊 也有那啥也有一个床 也能一个床也能住人 但是现在基本就装 年轻人就在这住 啊 我大主我之前是放暑假的时候在这住啊 这边又是一个暖气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小的客厅餐厅 小餐厅 然后 两个厨房 对 那洗手间啊 这个是 东边的这个 基本上洗手间也算一个厨房 这是一个燃气罩 下面烧柴火的啊 刚才看的那些 玉米棒啊 结杆啊什么的 就用来这边烧 烧完就取暖做饭 还可以把那个炕烧热了 那马桶 然后一大缸装水的 然后现在就有手自己的自用的自来水 都是用这种水泵 这边一开这个水泵就启动了 然后这边就是马桶了 新装的马桶 据说现在只有一半人家有这种屋里面的马桶 然后这边也装了一个热水器 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回来 他们两个老人 他们自己的话可能 如果他们自己的话可能也就不愿意装了 然后那边是 介绍一下去 那边是就厨房了啊 那边是再要一个厨房 这个镜子很有年代感呢 我小时候就有已经有这个镜子了 我会你爸结婚念念 是吧 对呀 超级有年代感了 它有个精水器 然后这又是一个人气灶 大灶 对 洗衣机 气灶 柜子 这个煤气罐 没有煤气 就是烧这种天然气液化 天然气罐 这边就是一下那一个厨房了 对又是一个厨房 因为东西屋都是有火炕嘛 不烧火没法住 对火炕 我们都是火炕 好的咱们看看西屋 然后这边这个也是一个暖气 然后这个是炕嘛 这是东北著名的火炕 从前都是两个屋是吧 中间就是厨房 三个屋中间是厨房 两边都是那个两个火炕 对 所以这边这边就所谓的炕头 这边是炕烧 这边特别热 然后这边就特别比较凉 现在都改了 就改成那个小屋是那个厨房 然后所以这个炕头 就中间的位置是炕头了对吧 对 然后两边稍微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然后这个柜子 这个柜子是我旧家的 我姥姥家的一个旧的柜子 这多少年了 我姥姥搬家的时候 我姥姥都不要的 那是哪一年了 那91年他们去沈阳的 那91年 那现在30年 30多年了 我也记得这些 是91年 你姥姥去沈阳的 然后这两个柜子是 也是你结婚的时候的柜子吧 这个箱子 好这两箱子 对吧 你结婚是哪年结婚的 1975年 1975年 多少年了 25年 2050年 明年就50年了 对 75年要算上的话 都是50年的 然后 然后这个 这是我妈供奉的佛 佛像 在你 给您佛 你完了再拿一张 拿一张图 88佛 那这个人是谁呀 这也是 什么法师 我去一个庙 跟那个请了 叫什么法师 叫金菩提上师 金菩提上师 然后这个柜子也是我老子家的 我舅舅家的是吧 你舅老家 我舅老家的柜子 那是从新民搞回来的吗 对 刚才有一个东西忘了看 就是 现在放的下午 这个仓库里面 就是一个书桌 这就是 我们上学时候的书桌 对 你记得是哪年买的吗 那可不记得 那我看看 你就你小时候八几年应该 是谁家 老马家 老马家 老马太太搬走 你说我妈还上小学的时候 是吧 对 上小学也应该不大 对 对 我记得当初跟我哥还分 有哪个抽屉是我的 哪个抽屉是他的 嗯 然后 有一家搬家 从那家买了的 嗯 两把椅子 一个最多的 用了很多年 对呀 我现在送的仓库里装破烂的 装的 就是 那叫啥 工具 工具 我爸的一些工具装到里面了 嗯 你看咱家 现在你爸 还买电锻了 还买脚膜了 啊 拿铁也能拿 我也要 我现在在美国也有脚膜 也有电锻 你爸也 不许等 咱家整车旁干啥的 玩的 现买一点嘛 啊 脚膜你就说那种切割机 是不是 嗯 那种刀旋转那种 那种 你爸不许给这家都割了吗 啊 不就是 那玩儿他没关 我看这里有东西 然后 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书桌 就是小时候 小学到初中 一直都用这个书桌了 重点也前几名了吗 重点也十几名 没有 就在我们班机里前三名 但全校就十几名了 嗯 那会结束了吧 那会结束了 好 这就是我们家里边 里里外外的一个 一个 一个tour 一个 介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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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